美丽的剪纸作品让市长停下脚步 上面所雕刻的都是新竹市旧城区独有的景色 这是旧城有感节part2的成果展 这个月以纸花创作为主题 未来这些作品更会在大同108旧城再生基地展出 让大家看见旧城区的生命力 新竹市是一个起源非常早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在这个旧城区里面 可以处处看到历史的建筑 也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儿时记忆的一些场域 所以新竹市政府在这几年来 我们积极的透过社区活力的方式 跟社区来连结 希望在旧城区能够有更多人回到旧城区 找到属于旧城区的故事 所以我们独发处来办了旧城有感节一系列的活动 今天是我们系列活动的Part 2 那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手作的达人 或者是剪纸的达人 在这里带着市民朋友亲自体验 那把过去对于新竹市这个旧城区 重要的几个历史建筑或者是古迹带入这个创作里面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已经在这个旧城区里面看到新的生命力 但我们更期盼能够在更久的时间酝酿 然后让更多的民众来参与之后 让这个空间能够活化 让整个旧城区的商圈也能够活化 那未来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计划 会在大同108来开始 欢迎市民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大家看到我身边的这个 类似灯笼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我们这个学员跟老师 陈志旭老师共同创作的一个灯笼 里面的是我们有 像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东门城 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 那个茶行 另外还有我们的后面还有影博馆等等 那我们这个作品主要是 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大同108 会把窗户把门打开来 透过透明的玻璃 然后你会看到 就大同108就像一个灯笼一样 这个光线会倒影在我们的墙面 两面的墙面 所以你会看到大同108就像一个灯笼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表现 透过艺术课程让民众用不同角度 体验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成功吸引不少民众的目光 爸爸妈妈与小朋友一起来到旧城区 大人回味过往 小孩了解历史 全家人一起更加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城市 好玩 你今天做了什么 做了板画还有 手抄子 我觉得很棒 因为平常其实经过不会特别去注意 那今天有这个活动 就做板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建筑 还有手抄子是平常不会注意到的 那我觉得带小朋友来玩很棒 在地有许多故事等待大家发掘 旧城再生运动成功让新竹市的旧城区 再度焕发生命力 未来也会举办更多免费课程与活动 让民众能够透过专业的课程 感受新竹市的美好 凯博新竹陈若怡红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